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糟糕了 我妈妈好像晚报户口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真正的年月日时 类似这样子 那怎么办 她怎么看呢 好的 我们有简易的方式来判断 那第一点就是你就去观察你一年当中 什么时候比较顺 如果说你是上半年觉得都很顺的话 那上半年我们就是春天跟夏天 那因此呢 春天它代表木 夏天代表火 那因此呢 你的喜用神就是木跟火 哦 用这样判断啊 对 那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你发现你上半年都不太好 可是下半年就不一样 非常好 对 非常好 那这个时候下半年我们属于秋跟冬 那秋天它属金 冬天属水 因此你的喜用神呢 就是金或者是水 可是会不会碰到我每一年都不一样呢 去年上半年很好 可是我觉得我今年好像是下半年比较好 会不会有这样子 整个都相反的几乎不会 其实就是说那个八字还是有一些准则啦 对不对 就像你讲的你可能真的是 你的喜用神里面就是在上半年 就是对你来讲是非常有利的 那有人就可能是下半年这样子 因为它五行就比较明显的 因为你看这个木火跟金水是互相相生的 那金生水他们也是互相相生的 那所以就是除非说它大运有走到其他的什么 什么行冲克害啊 那个就是有其他的不顺的事情发生 可是我们现在是针对这个喜用来讲你的职业 所以你是讲说这个五行啊 每一个人的五行都会不一样 对不对 虽然说可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什么 可是因为五行的关系 所以它从事的行业会不一样了 因为它有它的喜用 包括你看同年同月同日 如果是男生跟女生的算法就不一样 所以它的喜用会不一样 那双胞胎呢 双胞胎它还是有分 也有分啊 对 它的时程会不一样 假设是同一个时程生的 我们也会 可是同样时程 可能差一分钟差两分钟 对 它我们的退法是不一样 就是哥哥跟弟弟或者是 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算法 好啦 就仔细说起来 其实八字真的是学问啦 我们现在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掌握一个去谈吧 好 那我们再来就要介绍 另外一个水的行业好了 好 水的行业 水的行业在我们八卦里面 它唯一的就是砍卦 砍卦它代表水 那水呢 它的代表就是 第一个就是水啊 或者是雨啊 下雨的雨 它也代表耳朵 代表耳朵 再就是水族 比如说鱼 对 鱼啊 这个盐啊 还有酒 然后还之类的 或者代表黑色 那这个都是跟砍卦有关 那因此呢 如果说是实际上的这个职业呢 那就可以做这个贸易 就是进出口的贸易 以及这个国际企业的经营 或者是汽车维修 百贸业 或者是这个超市 它都是跟流通 有点像水那样 或者是运输业 然后再来就是 广告啊 设计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 房屋仲介 那IC设计业也是 因为它其实 IC设计它要用到脑 就是因为水 它在我们这个 它也代表 水代表智慧的智 所以这个用脑的话 就这个 IC设计 你可能就是如果说 水是你的这个 喜用的话 那再来就是加油站 或者是饭店业 或者是医生 那医生的话 我想再加上耳朵 可能这个耳鼻 可能还蛮适合的 然后再就是土地开发设计 然后或者是化妆品 化妆品也是啊 化妆品也是 然后再就是或者是 比较流动性质的 下雨天的这个 这个帆布之类的 或者是 就是靠水发财 对对对 跟水有关的 跟海港有关的 跟游泳有关的 跟 比如说你这个游艇啊 那也是啊 这都是水的行业 它都是属于水的行业 所以水的行业还蛮多的 好 那再来我们接着讲 木的行业好了 木 木以我们这个八卦来讲 它就有两个 一个是正卦 一个是训卦 正卦 训卦 对 那正卦 那第一点 它就代表雷 这个雷声的雷 或者是代表乐器 因为乐器会发出声音嘛 那雷它也 因为木嘛 它也代表草木啊 所以跟这个绿色有关啊 训卦呢 它也代表出家啦 或者是白草 因为它 正卦跟木卦不太一样 正卦是代表 这个大的树 比较大的树 那训卦它代表 比较这个小草的 小草 比较藤类的 然后它就是 比如说跟香气有关的 这个香氛的之类的 你也可以做 或者是羽毛啊 或者是这根电扇 因为训为风 所以它你这个风扇业也可以做 风扇 对 你这个可能是那个风力发电 也可以考虑在内 那这个都是我们跟训卦有关的 那因此呢 它的职业就可以 它可以是木材啊 木器啊 这个家具装潢啊 草木啊 园艺啊 或者是音乐 或者是纸类的纸器 再来就是这个文书类的 或者是教育界 文化界 或者是作家 然后再来就是教师 或者是出版业 因为它这个跟这个木都有关嘛 或者是这个医疗啦 医疗是中医比较合适 中医比较合适 中医都是草药嘛 对不对 大概就是这些 好 那我们再来讲火吧 好 火的部分呢 它火 我们这个八卦里面有一个 就是称为火 它就是梨卦 那梨卦它代表火 也代表日 就是太阳 那所以呢 这个太阳非常亮啊 它就跟霓虹灯有关啊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做这个 现在这个LED好像也很会闪哦 就是可能这个也是可以考虑啊 或者是 或者是炉啊 炉灶的炉 或者是有壳 或者是 这个红色啦 红紫色这个 或者是干燥物 因为火它也代表干燥的东西 比如说我以前我扑过挂 就是上面是木 下面是火 那所以我当初解挂 我就说那是一个枯木 结果真的是枯木 枯木就是 我当初是挂一个 人家找我挂坟地 那我就说那边枯木很多 结果真的是 是 那就是 它也代表就是干燥的东西 那所以呢 如果是跟火有关的职业 就是可能是 这个 比较高热性 这个温度高的 那或者是 有人讲火药也行 因为它都是处于那个 就是易燃的东西啊 或者是油啊 或者是瓦斯啊 或者加工业啊 然后再就是维修 后来是食品也是 因为食品它需要经过这个加热加工嘛 或者是热食 或者是手工液 因为有些手工液它需要透过这个温度来做 或者是烫法液 或者是饰物啦 就是装饰物的 再来就是需要去铸造的东西 需要经过加温去铸造的东西 再来就是化妆品 因为梨在挂里面它也代表粒 就是这个漂亮美丽的这个粒 那所以梨者粒它就是化妆品它可以让你看起来非常漂亮 那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在行业里面 好多哦 对非常多 讲不完了 是 时间又到了 好谢谢苏维老师 拜拜 拜拜 拜拜